嗨大家!這是我又是羅文煌 想說既然我們要討論鬼 我們今天就乾脆一次把它討論完 剛剛網友有問我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尤其是在台灣是比較常見的 那乾脆就拿上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嗯...在我開始之前 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名字叫羅文煌 我是一個作者 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鬼會讓人生病嗎 鬼會讓人生病嗎 嗯...不幸的答案是 會!它會讓人生病 不是因為今天這個鬼很強大 你知道 很...很有力量 所以你就 你知道沒有辦法 他就可以對你為首欲為 不是這樣子的 今天要了解為什麼一個鬼可以讓人生病 你就必須了解 班主我之前說過 所有的存在都是一種振動 你必須要先了解這個原理 你才可以了解為什麼一個鬼 有辦法讓你生病 今天我說過很多的 如果你可以了解 所有的存在都是一種振動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今天一個比較緩慢 緩慢短暫的振動會被一個很高頻率的振動影響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振動存在跟這個振... 跟這個振動存在 當他們兩個會合的時候 它就會被拉著走 因為它這個振動幅度太大 這樣子講你懂嗎 所以如果你可以了解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當你今天的能場是屬於比較緩慢 或者是比較... 比較小節拍的話 當你在遇到一個振動頻率 比你還要來大大的鬼的時候 你的振動頻率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被它影響、被它拉著走 而導致於你產生身體的不適 你知道嗎 因為像版主我基本上 小時候就是一個很常因為 鬼摸到也會生病 神摸到也會生病 人家... 人家在挖出也會生病 人家在... 我已經說過 我一直以為說我小時候生病 是因為身上搞不好有什麼疾病 結果聽到我媽講了之後 當場整個臉快瘋掉了 原來是因為版主我 他們媽說什麼叫鬼鬼 呵呵呵呵你知道 動不得 原來我是一個動不得的小孩子 所以很簡單的道理 可能是因為版主我 年輕的時候振動頻率太低你知道嗎 所以導致於人家動 人家動我就會當場大生病 所以今天你如果不能理解這個原理的話 我今天不想要就是暫時不要講鬼 我們現實生活中來講的話 你有沒有曾經去 假設說去玩海浪 你習慣這個震動對不對 然後突然可能有一個大海啸上來 突然有一個很大的波浪上來 然後你可能來不及反應 或者是來...沒有預期 它...它的衝力遠比你當初預期的 還要來得強大的時候 你們就會發現你們會突然 有一點那種頭暈目穴 然後想吐有沒有 就是突然很想吐 然後或者是很不舒服 那是不是這個浪過了之後 你們就會突然身體就變好了呢 不是通常你身體是需要 在受到這麼大的衝擊的時候 通常是需要一點時間去緩和適應 它才會慢慢再回復正常嘛 那今天海浪它可能不是一個例子 還有沒有人去高空彈跳過 或者是坐雲霄飛車過 你們在高空彈跳 可能當初預期是這樣子 跳下去應該這樣感覺 然後整個被推下去 然後整個心臟好像這樣 被抽開來那種感覺你知道 也就是說任何一樣東西 只要它的衝擊力遠大過於你自己 所設想的、習慣的、或者是預期的 情況下的時候 你身體就會馬上產生不適感 這個不適感來自於說 因為這東西突然太... 不預期 太龐大了 然後一接觸過來 所以你想像 不管你選擇是什麼樣的運動 它可能是高空彈跳 它可能是跳傘 它可能是你知道嗎 Skydiving 或者是幹嘛 想像所有的東西都是一種震動 當這種震動太... 幅度太過於大 而你習慣這樣子的震動 突然去接受到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不舒服 你知道嗎 這個不舒服不會馬上離開 通常你們有經歷過的人會知道 如果真的被嚇到挫曬的時候 回家還要自己收經一下 可能有些時候要七天的時候 才會恢復原狀 然後還會稍微有點心有餘悸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是那樣同樣的道理 也就是說你會不會因為鬼來了 你不舒服鬼走的時候 你就會突然很舒服?不會 因為一般如果你們不太確定 時間是什麼時候 這個時間我多久才會開始正常 我會這麼說好了 我會說一般人來講是三天 什麼東西都是三天 你就算遇到... 很厲害 法力無邊的魔如何回來三天 當然如果你的能場很穩定的話 你的能場很穩定的時候 你可能在意識到的當下 你可以很快的調節回來 你知道就像有些人被嚇到 有些人現實生活中 我今天不要講鬼 現實生活中可能有些人被嚇到 他可以很快的透過 就可以很快讓自己回復到現實的狀況裡面 可是一般人來講 我會說一般人來講 會大約在三天左右的時間 可是如果... 如果你的能場不是很穩定的話 然後你又不太知道怎麼調節自己的話 等... 意思是說這麼大衝擊 要等它如何自動消散的時間 大概是多久 我會說最多大概七天左右的時間 所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你們在你知道卡倒陰 你們所謂的卡倒陰 其實一般人 說要卡倒陰 我有時候真的覺得要替鬼說話的原因 是因為哪個地方沒有鬼啊 呵呵呵呵呵 你們卡倒陰的頻率真的是 太低了 你們覺得好像 你知道要千軍外馬才會讓你卡倒陰那種感覺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基本上是 因為我們大家都和平相處 我們大家在平等的視野裡面都沒有問題 可是一旦這個能量 你知道過大或遠大於你所預期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不適感 今天不要講鬼好了 先講人好了 今天你有沒有曾經在面對一個很負面的人 對不對 他的能場很大很重 你本來很高興的人 你跟這樣的人聊個天聊個小時 你回來也快快吐啦 喔!快吐了肚子好不舒服 你知道嗎 同樣的道理 或者是 你今天有沒有在面對 人們的質疑、批判或什麼時候 對不對 這些這些 不一樣的震動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你也在消化 然後你也很不舒服 其實這個就跟卡倒陰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什麼道理呢 也就是 就是你的 你的震動被比較大的震動影響 然後這個震動可能不在於你的期待中 也不在你的期待中或者是 遠大過於你期待的衝擊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產生不適感 因為它的感覺就像是在 就像在抵抗病毒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我要想辦法抵抗那個病毒嘛 因為這麼大的衝擊力 我身體會一下子不能適應 所以我會以為它是一個外來入侵的病毒 我會想辦法反應它 所以有些時候你可能會有發燒或者上吐下血 大部分都是頭暈或者覺得不太舒服 好像 大部分的情況比較像是 你突然被一個大浪衝到 你知道嗎 然後你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暈船那種感覺 所以 對你剛剛有聽到英文版的重點 我有注意到 不過anyway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知道如何減低這樣子的情況 基本上我說過很多次 你的能場只要越穩定 你的能場越穩定 你其實就越比較不會被這樣子的東西影響到 那你當然問我說 如何讓自己的能場穩當 穩定 其實讓自己的能場穩定 就像我說的 它從最基礎的愛自己開始做起 當我開始 我今天所說愛自己 不是只喜歡你自己覺得好的地方 是同時去擁抱那些不好的 可以跟這樣東西好或不好的東西 共存的時候 當你開始了解自己的人生平台 為什麼選這樣的功課 目標在哪裡 然後這一切發生都是它原因的時候 你對這一個存在會有一種泰然的態度 這種泰然態度會讓你的能場 產生一種很穩定的現象 也就是說它比較不太容易 會受到外在的因素影響而產生動搖 既然在現實生活中裡面 它不會受到外在的影響而產生動搖的時候 它一般也會反映在你的靈魂狀況 也就是說它在靈魂狀況底下 不會因為你身旁多了一個鬼 兩個鬼或者像我這樣子是擊打 你知道 以六次位數算的 你不會一下就啊我被扛到營 你知道我意思嗎 哈哈哈哈 因為除非它的能場真的很大 它真的是負面到最高點 然後當然這個也可以適用在 啊任何我覺得可以適用在任何鬼啊摸啊 或任何形體上面 最基本的原理 真的 為什麼會受它影響 為什麼你會覺得不舒服 因為它們的振動頻率 所帶給你的振動頻率的衝擊 遠大於你所期待的或者是 期待的或者是習慣的 那麼你身體就會造成不適感 這種不適感其實就像是你去暈車暈船 或者是坐雲霄飛車突然 會怕到的意思是同樣的道理 總結一下大概幾天會好 一般三天正常的你一般都三天 三天以後你其實就覺得好像 欸!身體已經習慣 通常你的身體如果習慣這種 假設說我已經遇到一次 然後身體很不舒服 一般來講你在遇到第二次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像第一次生病的那麼嚴重 你知道我意思嗎 呵呵!不過anyway 在這邊只是回答大家的問題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為什麼另外做一個直播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它是一個 一般人蠻常會遇到的問題 一上一天就說啊我卡刀音 真的不是因為它們的法律無邊 所以你覺得生病了 而是因為它們的振動頻率 遠大過於你的振動頻率 所以你才會覺得 不舒服 好嗎?所以這種情況下通常稍微 會調整一下自己的能場 調整一下自己的能場氣場 的話你其實就會在當下 當場舒服了很多 水晶杯的振動有沒有幫助?有啊 就是你必須要透過 有覺知的人可以用很多種方法 來調節自己的能場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過anyway 這在講HGO是另外一個話題 好了同樣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 臉書的直播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的中公站 RUWN.com Till then 我們下次見 掰掰